不 你们放开我 秀命啊 请问哪位是林苗苗女士 您的外卖到了 外卖小哥 我在这里 这是您的外卖 哦 好的 原来是一位盲人啊 祝您用餐愉快 谢谢 发现花钱目标 姓名林苗苗 年龄18岁 分数87 评价 为她花钱可得五倍返还奖励 居然还是个五倍返还美女 难道后面有故事要发生 你是谁 你想干嘛 我们是谁 我们是你的债主 你爸献我们的钱到底什么时候还 谁欠你们钱请你们找谁去 我又没钱给你们 还好意思说 你爸都已经足足消失七天了 我们到处都找不到他的人影 负债子长 你是他女儿 他跑了我们不找你找谁 可我真的没钱给你们 你们看我这情况 连基本的生活都愁问题 又怎么会有钱给你们 我不管 如果你拿不出钱来 那就只好跟我们走了 但凡你那个不成器的爸爸 还有点良心 自然会拿着钱来赎你的 不 你们放开我 救命啊 住手 光天化日之下 强强名女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 哟 我还当时哪位大英雄呢 原来是个臭送外卖的 实相的就赶紧管 我劝你少管闲事 这是我还真管定了 不就是钱吗 他爸欠你们多少 我替他还 哼 你替他我们足足一百五十万 你个臭送外卖的还得起吗你 你胡说 我爸明明只接了你们一百万 怎么才半个月就变一百五十万了 必须不要钱啊 借句上白纸黑字可写得清清楚楚 超过十五天不还钱 连本带利涨到一百五十万 你爸还签字画压了 可别想抵赖 你 你们这是违法的 外卖小哥 麻烦你帮我打电话报寻补 你敢 你要是敢报寻补 今天我们就鱼死网破 谁都别想好过 你别冲动 不就是一百五十万吗 我说过了我会替他还 你给我个账号 我这就转过去 行啊 狗子给他账号 好的老大 给 收到一条未来新闻 两小时后 花海路七十八号的太酷辣烧烤店 一枚气泄露突然发生爆炸 造成多人遇害 太酷辣烧烤店 那不就是马路对面那家吗 这俩人丧尽天良 要不要给他们个教训啊 你已到账 一百五十万元 恭喜宿主为林苗苗花一百五十万元 获得五倍返还奖励七百五十万元 想不到这外卖老还挺有钱啊 一百五十万 眼睛都不眨一下 就替他还了 难得遇到个人傻钱多的 不狠狠宰他一笔 怎么能行呢 钱已经一分不少还你们了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吧 等等 谁说你们能走了 他怕一声不响就跑了 害我们花了不少人力财力去找他 不管怎么说 这伙食费跟路费总该给我们报了吧 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事项太难看 小心遭天钱 你给我闭嘴 总之你们至少再拿出二十万来 否则这是别想玩 得了便宜还敢打人 你们也太不识东西了 这种社会渣子留着只会祸害人间 就说给不给吧 我的都可不长眼睛哦 行啊 二十万就二十万 转过去了 你已到账 二十万元 恭喜宿主为林苗苗花二十万 获得五倍返还奖励一百万元 老大 这小子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这样的要求他都答应 多给你哥 我学着点 这样才能挣到钱 既然大家握手言和了 前面有家烧烤店 不如我做东 请你们去吃顿烧烤吧 哦 白段七十万不说 还有白苍的烧烤 好啊好啊 老大你不是最爱吃烧烤吗 我们再整几杯喝喝 行啊 走 兄弟 来 你是我见过最炒量的纯元们了 我敬你一杯 大哥 你看人家斯斯文文的应该不会喝酒 我陪你喝 现在距离煤气爆炸 还剩最后一分钟啊 是时候撤离了 大家快跑啊 煤气泄漏了 有危险 嗯 煤气泄漏了 你闻到了吗 没有啊 这小子怕不是在发酒疯吧 我确实闻到了煤气泄漏的味道 大家要相信我作为一位盲人的嗅觉 赶紧跑啊 也对 这种事宁可信其有 赶紧跑啊 今日任务已生成 请宿主随机挑选一位美女 为其花掉一个亿 哦 花钱啊 这事我擅长 喂 师师 我们逛街去吧 师师 去这家看看吧 天余 这家店有点贵 要不我们还是换一家吧 嘿嘿 贵就对了 快走吧 嗯 师师 你喜欢这款包包吗 帅哥 您可真有眼光啊 这是LW的最新款 一共有七种颜色 是采用天然鳄鱼皮经过精细加工而成的 就是价格稍微有点贵 二十三万一个 如果你们需要可以给你们打九五折 二十三万 天余 要不我们再看看别的吧 买不起就别来吗 这里压根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嗯 张仪 你怎么也在这里 我可是这里尊贵的VIP 出现在这里不是很正常吗 倒是你 应该从没来过LW这么高档的场所吧 亲爱的 别跟他瞎扯了 买个包包还那么费劲 一看就是穷酸样 你看中哪个包包了 我给你买 当然是最贵的鳄鱼皮系列了 我要那个红色的 美女 这款包包二十三万哦 才二十三万啊 跟我家那些几百万的限量款包包相比 简直不值一提 怎么样实施 是不是很羡慕我 这可是你一辈子都不见得买得起的名牌包包 服务员 这包包七种颜色 我们各要一个 送货上门 天余 你疯了吗 一下子买七个 就是准备回去开店啊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颜色 那就索性七种颜色都买了呗 正好一天一个换着呗 哼 看把你们能耐的 谁买不起四的 亲爱的 我们也要买七个 这 七个有点多了吧 不行 必须七个 曾经在学校这个诗诗处处都压我一头 今天我必须扬眉吐气一番 得得得 七个就七个 服务员 我也要七个 同样是送货上门 好嘞好嘞 马上为二位办理 嘿嘿 一下卖出十四个限量包包 爽歪歪啊 试试走吧 我们去下一家 今天我要给你买下整条街的宝贝 亲爱的 我们也去买买买 今天要把整条街的东西都买一遍 好吧 服务员 你们这里最贵的衣服在哪里 哇 来大单子了 不过这家伙不是个外卖员嘛 现在的外卖员都这么有钱了 先生这边请 这边全是最新款 价格自然也是最贵的哦 单价都在十万以上 才十万啊 这几件我全要了 老板 这几款太便宜了 有没有王榨款 比如超过百万的 有是有 但价格有点贵 平时我们店都只当成艺术品供着观赏 没曾想着要卖 我可要先拿出来给您看看 你要是真想买 我就联系一下我们总部试试 行 哇 好漂亮 老板 这裙子多少钱 这裙子是世界上最好的红蚕丝合成的布料 材质柔软无比 穿在身上都暖夏凉舒坦至极 同时因为材质特殊 可适合人群很广 从身高一米六到一米八都能试穿 并外 裙子上还削了三十六颗小钻石 总价值为九百万 亲爱的 我想要 这个 我卡里可正好只剩下九百万 要是买了 这个月就成穷光蛋了 老板 给我包起来吧 等等 如果我没记错 这裙子是我要求拿出来的 要买也是我先买吧 可这裙子明明是我先提出要买的 既然如此 那要不把这裙子改成竞拍销售模式吧 价高者得 怎么样 哦 对对对 这样比较公平 美女您觉得呢 没问题 谁怕谁 好 既然如此 那大家也来做个公证 钻石裙起拍价九百万 每次增价最少十万 现在开始 九百一十万 一千万 张仪啊 我觉得吧 这裙子虽然好看 但是不太适合你 要不我们看看其他款 买个十件八件都没问题 现在买的不是东西 而是面子 所以无论如何 我必须买下 一千零一十万 一千一百万 一千二百万 张仪 实话告诉你吧 我卡里就剩九百万了 你要是有钱就尽管喊 我不阻拦 什么 你堂堂一个周家少爷 卡里就一千万 你怎么这么穷 你还好意思说 你只是说出来逛街 谁知道戴上一千万都不够你造的 既然这位小姐这么喜欢这件裙子 那就让给她吧 这裙子我不要了 看见没 那小子就是故意把你往火坑里戴的 现在好了吧 一千二百万 怎么付账 东西都已经拍下了 你就不能想办法跟朋友再借个三四百万不就行了吗 跟我急什么 什么 把我一千万花完不算 还得我屈身去跟朋友借钱 你自己搞定吧 数不奉陪 周斌 你给我站住 你要是敢走出这个门 我就跟你分手 分手就分手 谁稀罕你这败家女 有人 你 你回来 美女 那是不是应该付一下账再走 我 行了 他连钱包都没带 怎么可能买得起 还是我来买吧 按我刚刚最后的罕价 一千一百万来买单 没问题吧 没问题 当然没问题 试试 把那几件裙子也都试一下吧 如果合适就一起买了 啊 还买 哎呀 不用担心 一千多万的都买了 还在意这点小钱 那好吧 试试 我觉得你还缺一套首饰和一块名表 走吧 我们继续逛 还要买啊 当然了 我一个亿还没花完呢 一个亿可算是花完了 系统 这次有什么奖励 恭喜宿主为失事消费一个亿 获得是被返还奖励十亿元 奖励恢复曾经百分之一的资产 此次恢复企鹅集团股权 四海游龙股权 以及香奈女全部股权 不好了 不好了 有人被平底锅给砸死了 原来是个外卖小哥 这也太可怜了 是啊 这么大个平底锅 正怕不是哪个红太郎给扔的吧 赶紧叫救护车啊 救人要紧啊 对对对 叫救护车 不用叫了 我没事了 我去 这也太神奇了 这么大个平底锅 砸到头上都没事 这小哥真是福大命大啊 幸好我有神机武力护体 要一般人估计就嘎了 今天我一定要把高空抛物的罪魁祸首给揪出来 小伙子 尼尼你 你真的没事了 是的 我没事了 不过刚才经这平底锅一杂 我似乎恢复了自己失去已久的记忆 原来我是一个超级有钱的富二代 我要感谢这个高空扔平底锅的人 让我可以结束这送外卖的苦逼生涯回去继承家产 所以我想找到这个人并感谢他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这是为了骗凶手自投罗网呢 你这说辞比电视剧还狗血 鬼才信 如果你们不信 我现在就可以一个电话召唤一个亿过来 我看这小哥怕不是脑子被砸坏了吧 已经神志不清开始说胡话了 很有可能啊 我看120不用打了 要不直接送去楼国亭吧 你们先别急 半小时后你们自会见分枪 喂杨玲 马上送一个亿现金到唐海路 越快越好 好的少爷 马上安排 我天 一个平底锅砸出一个亿万幅哦 这也太神奇了 偶像剧都不敢这样演吧 要不是这亿现金就摆在我面前 我绝不敢相信 这居然是真实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 只要扔平底锅的人现在就现身 这一个亿我全给他 我 我 我 那个平底锅就是我扔的 发了发了 没想到随手扔个破平底锅 还能走这样的狗屎运 我也太有才了 是你 你有什么证据吗 就是 我还说是我扔的呢 你有证据吗 要证据还不简单 我可是个经常高空抛物的抛抛侠 昨天晚上那颗臭鸡蛋和前天那个吃的只剩下半个盒子苹果 可都是我扔的 什么 昨晚那颗臭鸡蛋原来是你扔的 我说昨晚我睡得好好的怎么窗户上莫名一阵巨响 紧接着就隐隐传来一股臭气 害得我一整夜都没睡着 今早一看居然是一片又黄又黑的液体 劳恶心了 我还是一边做偶一边洗干净的 原来前天那个苹果盒是你扔的 我走在楼下正好砸到我的头 有多痛就不说了 等公交的时候招来了不少苍蝇 一直在我头顶盘旋 害得我都没脸见人了 原来这家伙是个高空抛物的惯犯啊 真是个没素质的人 那你又怎么证明这口锅就是你扔的呢 你凑进来闻闻就知道了 这锅里还残留了一股红烧牛肉泡面的味道 那是我昨晚煮了泡面没洗过 今天早上我又不小心把锅烧破了 所以底下还有个小窟窿 果然有股红烧牛肉面的气味 也确实有个小窟窿 看来就是你没错了 那这一个亿是不是就是我的了 这一个亿可以给你 不过需要你自己靠能力去获取 啥意思 各位居民朋友们 面对这样无底线的高空抛物 大家气不气 气 别太气了 那大家是否想借此机会 谢谢分 想 还在想了 他今天敢丢鸡蛋 明天就敢丢刀子 这样给大家生命造成威胁的人 我们必须给他点教训 那好 我这一个亿大家可以尽情爱取 取到的现金通通往他身上砸 也让他尝一尝被砸的滋味 救命了 快放我出来 你个死外卖佬 居然敢骗我 快放我出来 你就先在里面待一会吧 大家砸钱辛苦了 我先请大家去旁边的酒店吃喜 吃完喜 我们接着进行下一个环节 我也想吃喜 我也想吃喜啊 老师给我待着 不然很快就换大家吃你的喜了 你们终于回来了 能放我出去了吗 我困在里面动都动不了 半个月没洗澡的我身上养死了都扣不到 简直比死了还难受啊 以后还敢高空抛物了吗 不抛了 不抛了 抛抛起来的名号 我不要了还不行吗 那也不能这样便宜了他 必须再给他点深刻的教训 既然大家还没泄粉 那我们就开始进行下一个游戏吧 这一个亿现金我全送给大家了 至于每人能分多少 还得靠你们自己的实力去抢 天哪 一个亿就这样分给我们 这得有多土豪啊 早知道我刚才就带个麻袋下来了 说不定还能捞个大几百万呢 准备 一 二 三 开抢 凭我留点 凭我留点 这是我的 幸好 幸好 还有二百块 拿来吧你 连二百块都不给我聊 欢迎光临 二位有预约吗 没有 简单吃点吧 抱歉 二位如果没有预约的话 我们数不接待 数不接待 什么鬼 米其森还有这种规矩 看到了吗 那边有两位尊贵的歪国客人在用餐 他们是本店的贵宾 为了不影响他们用餐 所以只能请你们离开 你们快走吧 别破坏了尊贵的外宾用餐的气氛 哼 为了几个老外 驱赶自己的同胞 这就是你们米其森的代客之道吗 别忘了这可是我们华夏的地盘 华夏人 走开 哎呀 你们干什么呀 你们太过分了 这里可是我们华夏人的土地 几个老外 怎敢如此猖狂 立刻向我女朋友道歉 你在说什么 哈哈 让我们这些贵的养大人向和夏国道歉 有没有搞错 告诉他们 赶紧离开这里 不要影响尊贵的外国客人用餐 最后一字警告 如果你们还不走 我就要将保安把你们赶出去了 天宇 要不我们还是走吧 走 那太便宜他们了 有些人似乎已经忘了自己的祖宗是谁了 甘愿给洋人当狗 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系统 我要怎样才能获得高级厨艺技能 获得高级厨艺需要消耗一张心愿卡 请问宿主是否使用心愿卡兑换 是的 我要兑换 心愿卡兑换中 请稍后 恭喜宿主获得高级中式厨艺 其中涵盖花海八大菜系 神级刀工 师船古方 配料大拳 神级古茶艺 以及古代宫廷御膳石方 从此你就是全花海无人能敌的顶级厨师 不错嘛 有这技能 还要什么一起算 直接买下开古风 中餐厅它不香吗 把你们老板叫来 我要买下你们的店 就凭你 一个外卖员 你知道我们店价值多少钱吗 至少一个亿 一个月啊 你十辈子都挣不到这么多钱 我说你们到底走不走 再不走我就去找保安来赶你们了 倩倩 有没有兴趣做这家店的老板娘 啊 天宇 你不会真的要 没错 你猜对了 喂 杨林 华海陆的这家米奇森餐厅 立刻帮我收购了 股权我和姜倩一人一半 好的 少爷 我 被开除 我被开除我自己会不知道 你小子发什么神经 你算老挤啊你 倩倩累了吧 走 我们进去坐坐 保安 给我拦住他们 还有你们俩 也被开除了 还有你们 服务员 这两个低贱的华夏人为什么还没赶走 这位尊贵的贵宾请稍安勿躁 我这就去赶他走 怎么回事 店长您来得正好 这个人在店里闹事 莫名其妙说我被开除了 还打了我 快报寻补把他赶走吧 这位先生 请问您贵姓 我姓侯 叫侯天宇 原来他就是十分钟前收购我们餐厅的那个侯天宇 这可是我们的新老板 可不能得罪了呀 原来是侯先生啊 刚才他们多有得罪 还望您能海寒 你们几个被开除了 店长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们把新老板都给得罪了 不开除还留着过年吗 什么 新老板 这外卖佬居然真的收购了我们一个亿的米其森餐厅 妈呀 这是得罪大佬的呀 侯先生 他们已经被开除了 请问还有什么吩咐 让这几个洋鬼子给我滚蛋 可是 这要是影响咱们的生意 要不等他们吃完 难道 你也想被开除 别别别 我这就让他们走 几位 请立即停止用餐 离开本店 低线的华夏人 你在说什么 谁给你的胆子赶我们走 就是 自从我们来到哈萨国的土地上 走到哪里都是贵宾待遇 有的人贵宾都来不及 有何准备去改过 听不明白是吧 那我就再说一遍 请你们停止用餐 离开本店 我们可是米其森的至尊VIP 你没有权利终止服务 更没有权利驱赶我们 至尊VIP卡 这种卡全球也就限量八张而已 拥有这种卡的人身份背景都不简单 得罪不起啊 怎么办 老板 还需要我再重复一遍吗 明白了老板 少废话 赶紧滚单 老子早就看你们这些洋人不顺眼了 整天对我们摇五喝六的 怎么 来我们华夏当皇帝来了 告诉你 老子早就受够你们了 老子不忍了 赶紧给我滚 有多远滚多远 我要向米其森总部投诉你们 在华夏土地上 没有人敢得罪我们这些上等贵宾 你们会付出代价的 终于听不到狗叫了 侯先生 刚才那样虽然很简气 但很有可能会对我们店的声誉造成不良影响 他们一旦向米其森总部投诉 除了扣钱之外 咱们可能还会面临整改 最严重的可能被取消加盟资格 声誉 这种自是高人意的 只会舔老外的垃圾品牌 有什么形象可言 米其森总部算个屁 这是我的店 我说了算 我宣布 从现在起 这家米其森停止营业 立刻给我关店 啊 关店 侯 侯先生 您认真的吗 花一个一买下的店 说关就关 这是什么神奇操作 有钱人都这么任性的吗 你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吗 立即召集所有员工来开会 上集说道 侯天宇在米其森旧餐被歪过人欺凌 便一气之下买下整个米其森餐厅 还因此获得了神级东方厨艺的技能 这会儿 他正召集全体员工开会 店长 这才不到两点啊 打烊也太早了吧 都给我弄清楚 不是打烊 是关店 不是吧 老板疯了吗 这么赚钱的店面 说关就关 我们这家米其森已经换老板了 现在有请新老板侯先生讲话 人都到齐了吗 基本到齐了 基本到齐是什么意思 老板 正常的店员都来了 但还有一个特殊的人没过来 就是米其森总部指派的歪国大厨 虽然在咱们店上班 却并不受店整管理 平时上班我甚至还要看他的脸色 要是惹他不开心 生意都不好做的 荒唐 这是我的店还是他的店 米其森指派的大厨有什么了不起 让他滚过来 否则立刻开厨 老板息怒 我马上请他过来 亨利厨师 这是咱们的新老板侯先生 新老板 就是这个华国人 我身为尊贵的西方大厨 到你们华国来已经是屈尊 你们电话老板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们新老板 这是要给你们开会吗 让我出来干什么 我可不是他的下人 站住 华国人 你想干什么 我可是米其森指派的大厨 身份尊贵高人一等 就算你是老板 也没资格管我 你被开除了 你要开除我 愚蠢的华国人 你确定你不会后悔 老板 您别冲动啊 亨利虽然傲慢 但他确实有两把刷子 因为米其森的核心技术 都掌握在他自己手里 从不告诉其他人 如果得罪了他 我们这家店基本就开不下去了 听到没 没有我你的餐厅根本无法运转 甚至连一道正常的米其森美食 都做不出来 你会哭的 我呸 区区蛮夷 也敢在我们数千年 历史传承的华夏人面前讲美食 你们除了拿着黄油面包 和青菜叶子来回折腾 还懂个屁 我再说一遍 你 被开除了 请你立刻走人 愚蠢的华国人 我保证明天你就会后悔 到时候你想让我回来 你要付双倍 不不 三倍的薪水 而且还要跪下来求我才行 咦 这什么味道 好臭啊 咱们店里养动物了吗 老板 不是动物的味道 这是 是亨利身上的狐臭啊 不是我说 号称美食标杆的米奇森 怎么会让这种浑身狐臭的人 当大厨呢 这么大的气味 他做出来的美食 真的不会被这臭气给沾染了吗 还是说 那些自认为高人一睹的老外 就好 这一口 你愚蠢的华国人 你给我等着 活该 叫你成天把我们当狗一样死汗 今天可太解气了 痛快 痛快啊 老板 您真是好样的 老板 现在亨利走了 咱们该怎么营业啊 要不让米奇森总不再派一个大厨来 派个屁 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米奇森将成为历史 这家店将会成为一家经营传统美食的东方餐厅 可是老板 华海已经有很多这样的餐厅 却没有任何一家是米奇森的对手 全部被碾压 咱们放着生意兴隆 人人追捧的米奇森美食不做 却要经营传统东方美食 弄不好会赔光整个店面 请老板三思 请老板三思 就问你们一句 贵者的生意 你们愿不愿意做 也对 入职这家店以来 我们不仅要受各种老外的鸟气 还要面对大厨的臭脸 就连我们这些稍有滋涩的女员工 甚至还要面对大厨的骚扰 简直苦不堪言 对 虽然工资比外面高那么一点 但我们也着实受够了 老板 贵者的生意 我们宁肯不做 说得好 我需要的就是你这种员工 你叫什么名字 老板 我叫何勇 好 从现在起 何勇升职为大堂经理 取代之前开除的那个人 多谢老板赏识 店长 立即停业 重新装修 我要把这家店面改造成 华夏经典美食餐厅 好的老板 我这就去找装修公司 老板你好 我是华海盛世装修公司的盛经理 我只有一个要求 要做整个华海 乃至整个华夏 最正宗最经典的华国经典古风 美食大观 侯先生放心 今天签合同的话 一个月就能完工 整个工程造价大概六十万 一个月太长了 我只给你三天 三天 侯先生您别开玩笑了 这么大一家店面 总共三层呢 三天时间怎么可能干得完啊 缺钱我可以追加 缺人你自己想办法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 三天做完 侯老板 您这要求我实在是 八十万 二十天 一百万 十天 两百万 一个星期 三百万 不行你就别做了 成交 既然您这么有诚意 我就算退掉其他所有工程 也得完成它呀 行 那就交给你了 三天之内交工 保质保量 店长 通知员工们放假三天 薪水照发 好的老板 可是后厨还有很多名贵食材 都已经准备好了 拿走拿走 统统发给员工带回家 谢谢老板 您真是全世界最好的老板了